非常感謝 巴基斯坦人進來的全民運動 就是咆哮 示威 燒賬單 我們在這裡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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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費太貴付不起 乾脆一把火點燃 賬單泄憤 怒火還延燒到全國各地 各行各業串聯大罷工 這把火藥從8月中說起 巴基斯坦人陸續收到電費帳單 上面的數字簡直難以置信 就拿這四口之家來說 爸爸在私營公司擔任職員 每個月賺5300台幣 已經算是脫貧了 沒有想到一看帳單 電費竟然高達2700台幣 吃掉整整半個月的薪水 近來巴基斯坦通膨惡化 物價已經漲破三成 電價更是飆漲一倍之多 電費佔據一般家庭的收入 已經達到了四到六成 相對台灣家庭只佔不到百分之一 這壓力是我們難以想像 更諷刺的是 巴基斯坦才剛剛獲得 國際貨幣基金 30億美元的澳元 然而附帶條件 就是要改善財政 政府要尊傑 竟然就先取消電費補貼 老百姓未蒙其力 先受其害 跨張的還有油價 巴基斯坦人均GDP 是台灣的二十一分之一 每公升柴油卻要價 三十二元台幣 竟然還比台灣貴了三塊錢 背後的原因還是戰爭 倒極國際油價降不下來 連帶發電成本變高 衍生的不只有缺電 還有缺水危機 中東國家黎巴嫩的全民運動 就是拿塑膠桶想辦法取水回家 就連孩童也得幫忙搬水 乾燥多山的黎巴嫩 全靠挖井抽取地下水 然而黎巴嫩貨幣狂變 根本就買不起 國際市場上昂貴的柴油 沒有柴油發電 就沒有電抽水 缺電缺水危機通通來 今天我們確保 把水放在水裡 無奈生活已經苦上加苦了 黎巴嫩的通膨率 已經連續五個月 超過驚人的250% 慘況全球僅次於委內瑞拉 貨幣狂扁98% 導致長達37個月的惡性通膨 更慘的是 接下來恐怕連求個基本溫飽 都成奢望 北非國家圖尼西亞 早上9點鐘 公營的麵包房一開門 民眾就大排長樓來搶購 便宜的公賣麵包 但看看這貨架上空蕩蕩 只有少數的人買得到麵包 其他的人拎著空袋子來 拎著空袋子走 買不到賴以為生的主食麵包 全是因為小麥大缺貨 就連替代的糧食白米也跟著短缺 每年圖尼西亞內需小麥300萬噸 超過一半仰賴進口 偏偏49%的進口小麥 就是來自戰火肆虐的烏克蘭 不只是圖尼西亞 前面提到的黎巴嫩高達74%的小麥 從烏克蘭進口 巴基斯坦也有59% 都因為戰火幾乎要斷糧 今年7月俄國退出黑海谷物協議的時候 烏克蘭小麥就運不出去 導致國際小麥價格大漲11% 土耳其總統二段試圖斡旋恢復協議 但是跟俄羅斯總統普京見了面之後 還是沒有傳出好消息 偏偏就在此時 烏克蘭南部的重要港度奧德薩 又連續遭到三波的惡軍無人機襲擊 嚴重破壞谷物的出口設施 只要戰火燒個不停 全球糧食跟能源危機惡化 苦的絕對不只有烏克蘭人 提示前照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